好的各位观众 那么今日的首场 歼灭菜较量地图 是来到了龙脊山的山顶 山地作战的话 感觉会打的节奏稍微慢一些了 比赛开始 它会有一些这种高低起伏的一些掩体 但是其实这个位置的话 在平时的比赛当中 是比较依靠于投掷物的一个突破口的 但是因为每个人只有一颗 所以你还是要谨慎使用啊 如果说司马光再大胆地往前拉的话 有可能会被阿杰打一个措手不及 是他已经看到一个人了 其实这个时候点位置也很关键 天宇已经倒地 这种中距离绝对是 Para Boy最好发挥的舞台 我记得天宇好像在第一波雷战的时候 他就已经是半血了 司马光全部跑位 喷了 对他没掩体啊 这直接一波peak不就结束了吗 然后在正面队友想突破 想冲锋 架住了一个 现在在战力状态的 只剩下格子和Para Boy了 Para Boy大战water 对方子晶之间的Para Boy的倒地 对Para Boy也是扛着火嘛 格子的低打高 以非常快的速度 程C阵营拿下了第一小局 同时也意味着 有500奖金已经到战 程C阵营一开始 他已经是减少一个战斗力的情况下 但是因为对面阵营 他是想要去寻求一个进攻的战化 防守方的优势会有一些 然后给到扩展 阿杰刚才在侧面埋的位置 还是非常好的 但他现在如果继续埋的话 司马光应该也不会像刚才这样 过于大胆地进行一个侧面的包抄了 对 这个也是一些地形的限制嘛 如果说下面 比如说防区还可以利用的话 那肯定不会走这个位置啊 先封烟了 这次大家的决策 还是流了一些雷的 你会发现 陈C又是这一侧你发现没 是 他立刻扳回了一城 这陈C想尝试用司马光的方式来进攻司马光 司马光拍拍脑袋 我刚刚在这样的路上自己被淘汰了 我怎么可能允许对手用我的招 好准 互换 双方对于烟雾背后敌方的预判都非常非常的准确 这就是职业选手的经验和第六感 男村已经摸屁股了 被迫需要移动 而且没有什么时间复起队友 阿杰在北雷倒之后只剩下order了 在菜如果服不了的话 可以往前去帮队友心理一下 order还被驴二蛋烧到 最后在健康值的相互消耗之下 双方比分打成了1比1 司马光站在最高点 说刚才这是陈不欺我 真的 陈C绝对没有欺骗他 是的 那现在悬念就变成了 谁第一个从这个山的左侧去绕呢 还会去干这种事情吗 双方各自 一颗雷就倒了 天宇取得了关键的突破 血量很低 想用残血 但是其实是打了接近一个人的血量 只是两个人分摊了这个伤害而已 还需要一点点时间 但他的健康值 太低了 非常快的速度 我成贼再下一程 就一瞬间队友都倒完了 这个时候最需要队友的时间点 队友已经无了 是的 两边完全不一样思路 一边全捏的震爆弹 一边全捏的雷 先用震爆弹 然后逼对手走位之后再用雷 用震爆弹的这一边 也是因为地形的原因 它需要快速的推进 是的 必须要混淆一下视频 现在双方各倒一个 这个combo是有点用的 但是 从人数上来说的话 应该还是会占一些优势 感觉今天的歼灭 大家打得依然非常胶着 在前两天的比赛当中 总共是三局的7比6 一局的7比5 这把比赛 我似乎又闻到了要打满的味道 然后陈C补上枪线 目前陈C取得了两个小分的领先了 看看他们能否继续撑胜追击 也包括亚运小队 散兵这一边能否顶住压力了 13回合起胜 现在大家都 还是陈C这边离赛点会更近一些 天宇好能找机会啊 多次在最开始的时候找到突破口 是的 散兵这一把站的也大概是这个方向 是的 大家的这个分工其实是比较固定的 就现在把这个前点压反鞋的位置一踩的话 后面蓝圈一来 散兵队这一边就非常非常去抗衡 蓝去抗衡了 那我大概懂 就是陈C这一侧的一个策略了 他们可以先抓队长 是 然后就群龙无首 跟赏金一样 都是让队长成为最优先级 喷倒了司马光以后 格子侧面的一个反打 你看陈C就会比较后背一些 对吧 然后队友先重逢 他在后面先扶人 扶下人的话 这样的还有第二波战斗的力量 扶起来人发现前面的队友也倒了 但前面的队友可以给他提供一些信息 只是这波 哎 这个喷子嘛 我觉得人人平等对吧 好了 自己也倒了 压力给了天宇 不会要被翻盘了吧 这小队 倒进的人倒了枪先 哎呀 队友这里其实是有一点遮挡的 对 一个小小的乌龙 但最终比分还是保持着一分的领先 但这对于散兵来说 确实是没有让对手超分的石头 超得太重 是的 其实有的时候队友因为趴在自己跟前 他会有一点遮挡视野 感觉现在双方在这一局比赛都逐渐的冷静下来 在这个样的龙几山地图里啊 中间还是比较平的 没有太多的反鞋作为掩体 太过于主动 确实是会受伤 又是 Purple 他已经三个回合倒得很早了 就什么意思 打这个散兵阵营 就先找散兵 就是雷直接精准制导的 往Purple那个方法扔 你明白吧 哇order连打两个 转身被自然灿喷倒 现在双方的人数就接近了起来 虎喷 自然灿 赢下了这一波Pick 那现在散兵队 人数应该是取得领先了 面对阿杰这里又是一个反喷 这个时候队友肯定爆了 阿杰一撕 格子上不去 他一撕先也上不去 先给陈西补了 怎么办 格子 重头再来 那这样的话 人可以扶起来 阿杰不光状态打起来 他还能扶队友 对 看这个雷了 这个雷真的有点远 但是打断了扶人的节奏 自然灿刚刚没有被补 一直在给格子爆非常有效的信息 那这个人是很难扶起来的 司马光要往前爬 要摸一下阿杰的位置 最后也确定了阿杰 是往左边在绕 你不几天将过来 就上个全白 转身一回头 一个大跳跃格子 破绽路太大了 在职业选手面前 大跳很危险呀 进战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记着 充分地利用这个震爆弹 震爆弹在进战 打1v1battle的时候 特别有用 尤其是决赛圈 你如果打1v1 手中有震爆弹 其实有的时候 是比雷要好用的 就很有可能是 赚了一秒钟的 能够先开枪的时间 对 而和平基因 没把武器的秒伤 基本上都是 过我们健康值的100的 他自己拿到了6个淘汰 加上他多次存活 他的个人KD 将会达到一个更 他这个位置 就一旦被发现 这种低点 我也就很难受 但现在格子好像 看到了 出手以后 格子果然还是成功地 蹲掉了order 你会发现格子 他因为蹲在那里 他的防守方式 就是可视范围非常大 是 这防守方的优势 第三人称的卡位 尤其卡这种高低差 非常非常的舒服 order被补掉 正式来到了三打四 order还是属于 今日散兵 就程C阵营当中的 一个主力战将 这对于程C阵营来说 确实是一个 不太好的消息 他这个地方也不好 贸然是进攻 吃了一个全白 又吃一个全白 烟中白的话倒还好 我看不见对手 但对手隔着烟 也看不到自己 程C倒了 那现在人数来到了四打二 方队有补枪 这是二打一的一个局面 然后阿杰孤立无援 找回了一波场子 比分依然还是咬得非常死 结果看下来就是 连续的白野代表的 程C阵营当是投资者 正高弹 都是非常紧实地 判断到了Powerboy这一辈的位置 对因为一般的手机在接受到这种连续的投资物之后 它可能会有一点过载会发烫 但是一加S3就不会 是的 天鱼 双方前几个投资物暂时还是浅浅地削入了一些健康值 还没有取得什么致命的效果 阿杰倒了 哦 阿杰Order 那这样的话双方 人数差立刻被拉开了 阿杰的侧照和Order顶在前方 都让他们陷入了巨大的被动 难道这就是散兵阵营把分数扳回4比4平的机会吗 光光激动地都燃起来了 它物理意义上地燃起来了 听到脚步 在头顶 但是自己的侧身被发现了 这燃起来了 果然枪也起来了 陈C这把也是很大胆 好细腻的Pick 哦 天鱼 还有机会 真有机会 它这辆水量还是很有操作空间的 但是它需要换一把 强远没时间换子弹 这就只能说弹夹还是不太够用 来不及换 然后切DBS感觉距离不太合适 完全就进入了短剑的压制范围了 这种位置其实你像它这种Pick是很容易秀的 但是呢 你怎么说呢 就还是对子弹的精准度要求比较高 达灿依然还是在中部迂回着想要去寻找机会 它的投掷物还剩下一颗手雷一颗燃烧瓶 它所有的伤害性道具都在 但是承随把它炸倒了 一波走位 然后自己就被雷掉了 主要他以为自己是在反复的骗雷 而在承随的视角里 他是在折反跑 他定期会回到那一个 对于手雷来说最致命的位置 就还是掩体受限 因为你相对来说的话 对对方的这种反鞋都是可以横向拉开的 地形原因 龙脊山Powerboy在这一侧也属于没有那么好打的 中间的过点还是非常的短 对手的架枪范围很窄 那这样的话他的注意力也就能更加集中 对但位置锁得越来越小 这个时候用雷就很容易压制血量 甚至拿到一些击倒 我只是比较担心散兵阵营这两个人的站位 那么到底谁还有雷呢 目前 哎两个很残 这两个很残 啊后面已经来了 侧绕 对 绕到了大后方 而这一边高打低的话 而且应该是能够占据优势的 喷掉了格子以后 成C 无比色了 前面有个细节 Powerboy有回过头 他知道背后有人 但是他没办法 他只能先防眼前的 因为可能队友跟他报 眼前人是大惨 他想用一颗这种杀伤性投掷物 然后来保证拿到一些击倒之后 来维持人数的平衡 刚才那个地理位置来看的话 他无论走到哪里都是要被夹 对 还不如果断的先进攻一方 但是如果雷没有效果的话就会 我感觉一般绕侧线的人 他都不太好拿到什么淘汰 那这种事情会不会远着来做呢 这种算高活累活吧 低打高 自然菜本来也想绕的 Order是带着队友在协同啊 现在多人侧绕以后 成天小队一人未倒 对 而且PARBOY这里正面也倒了一个 就人数应该只是两人 是 4打2 有可能要以6比4来迎来 本大局的首个赛点了 对于成天真来说 Order又是一个低打高 这些是喷子 一个BATTLE 也没有赢下胜利 Order他这一把比赛杀疯了 为自己的团队迎来了 三个赛点 6比4了 让我们来看看 取成C队 直接巩固优势 取得胜点 还是亚运冠军小队 能够像昨日一样 力挽狂澜 司马光被放倒了 来自于天羽 但是他流出的一颗雷 也炸到了Order 这是一个EV1的互换 天羽 这个位置 侧面 有看到在捏雷的自然菜 但天羽 他今天的表现也非常亮眼 是的 自然菜扔完雷之后 他还是有一点僵直的 身边的格子 也抓住了天羽的一个机会 现在对于成C小队来说 Order需要一点点时间 正面只能依靠阿杰 但是他出枪的时间晚了 Order 都在起枪跑 所以第一时间切不出枪来 是的 而且在后面 还是取得了一个不错的效果 拿着9个淘汰的Order 他虽然被摆 但是现在已经 实现了对格子的一个压制 对 而且格子面前有烟 所以他补上枪 跳起来压缩格子站位 这个时候 正面只要不倒 顺便合制不倒 他甚至还打了 恭喜成C 拿下了今日首场大